外汇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8月份新批准人民币和隔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额度共计210亿元人民币 比7月份增加超过五成 而香港RQF配额接近佣金 外管局也正寻求加大对香港RQF的额度增加 希望有更多资金投资内地市场 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目前也计划向瑞士、卢森堡等更多国家 以RQF形式开放股市和战事 拓宽离岸人民币回流渠道 非财勿扰取材有道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非财勿扰 我是徐昂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 海通国际环球投资策略董事 潘迪山先生 潘先生您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我们看到RQF的额度 8月份的时候环比是增加超过五成 那香港甚至还出现了 这个RQF额度紧张的情况 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相信是随着那个 沪港通的那个公布完了以后 大家都是看得比较好的 就是中港两地的股市 特别内地以前是不能进去买A股的 除了那个港澳台人士 在国内工作的话 去年是可以局部的去买 但是现在呢 是开通给那个通过香港的平台 开通给全世界 就是大家都是看得比较好了 所以呢 也是相关性的一些 就是投资产品 像ETF 像那个一些相对的基金 那些就跟A股有关的 都是可以开始的热炒了 所以呢 在额度上面呢 大概都在 就是多拿一些额度 就准备在这方面的开拓了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内地会不会这个增加香港 RQF的额度呢 我相信随着那个 就是可能是相互相成吧 就是也有可能的 再增加RQF的额度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 在这个沪港通方面 这个未来在真正是10月份 会开通的以后 会不会在这个交易量的 额度上提高呢 反而这个是更加重要了 那近期我们看到这个海外的人民币资金呢 也是通过这个交易所买卖基金 刚刚你也谈到了ETF 投资内地的A股市场 其实这些资金呢 是打算进到这个A股市场当中 做一个短期的潮卖 还是说是打算长期持有呢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中长线的步数 因为不仅这个 也不是短潮的问题 就因为中港两地 特别A股呢 现在的使盈率 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其实也是能有吸引力 因为相对欧美来说的话 通过量化以后呢 特别美国呢 已经升得比较高的位置了 而相反呢 就是中港呢 是没有升多少 反而是吸引到一部分的资金呢 从投到这个亚太地区 特别中港股市了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海外人民币资金 投资A股市场的话 是这个内地的这个外管局 外汇管理局 乐意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吗 我相信它也是乐意看到吧 因为不仅这个A股市场呢 不单仅是个股的买卖 反而基金性的买卖 在买A股也好 债券也好 ETF 透过ETF也好 这个也是对这个 就相关的那个股市 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的 那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10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护港通可能就开通了 那那个时候 大家也有一个考量啊 就是说这个 有了护港通之后 RQF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就对香港来讲的话 这个RQF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不仅就是 它是代表一些像ETF啊 像一些基金性的产品啊 这个也是用过另外一个方式 透过一些基金的毛试 来投放到那个A股市场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不同的方式来进行 就是不止个股的 单一的个股的投资的买卖 所以这个是做的方式不同 所以针对的那个客户群 也是那个取向也不同 所以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RQF香港的额度呢 也是比其他的一些地区的额度 都高一些啊 其实它跟护港通之间的话 他们这个额度都是分开的 是吧 我相信暂时来看的时候就是了 对对 就是因为护港通就是 它是投放到那个个股上面去 那之后的话 他们的这个额度的话 会不会合并呢 这个反正是全盘来考虑吧 就是合不合并 这个两方面也就关注到 这个对A股市场的 总体的影响会有多大 因为这个还是起步阶段 就当刚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话呢 它要搞考量 就是一方面现在的那个投资到 那个股份上面去呢 也是有亏定的一定的献计 那未来会不会抗宽呢 抗宽的话这个是还是比较重要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关注到这个护港通的这个额度 会不会也出现一个紧张的状况 护港通的额度暂时没看到 因为 还没有开通 新一批的那个就是参加的券商 大概超过一百个券商 是第一轮的 就是现在还没看到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个情形 就是后面可能还要看那个具体的发展 因为不仅中港两地也存在一定的不同的一个 就是家业窥质 像内地的话 它是有升级停板板之时 有那个T加零T加一的这个买卖的一个就是献计 香港是没有的 香港是T加零的 也没有这个升级停板板之时的 这种不同步 还有衍生产品不配套的话 没有完全配套的话 这个是可能开始时候不会太多 我相信这种情形应该发生的机会还是挺低的 反而您会觉得这个开通之后的话 可能这个一些投资者不会出现一些这个抢购的这样一个情况 抢这个额度的情况 我相信个别的投资性的机构可能会产额度 但是那个投资者的话呢就倒不一定了 因为反正因为家业窥质的限迹性 我相信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以观望为主了 就是可能是一个似水性质的一种开通 后面呢看这个发展情况 再来比较成熟的话 可能到时候会来的比较多了 暂时来说可能先开始的时候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反而香港市场的话呢 因为是自由市场嘛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这个护港通的这种区化呢 也会区化到那个香港的市场呢 会重新收到那个特别是世界的世界性的投资解 特别是一些华球的一个注意 可能香港这边会先来的资金会多一点 就A股呢也慢慢呢会就是有点慢热 但后面呢可能会 它的就是交易量的增加呢会越来越大了 我们也知道这个不少海外的人民币资金呢 也是通过RQF来投资内地的债券产品 也看到呢今年呢这个债券型的RQF的这个基金收益率表现也是不错的 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相信是这个是因为它本身的那个相关的利息呢 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相对来说的在这个历史成分比较高的情形底下的话呢 相对的投资的回报也是会不少了 那是今年就是特别的一个状况吗 就这几年的那个就是流动性资金还是没有太太的宽松 就除了这几个月这两三个月开始呢是慢慢的有点宽松了 所以呢就这个情形底下的话会影响到这个相对的这种的收益呢 会相对来说给投资也会大一点了 那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今年的一些香港的一些债券型RQF的这个基金产品 那他们的这个收益率呢也是超过5% 其实您怎么看未来这些RQF债券的这种产品 未来的这个收益率呢 我相信未来的收益率可能会不会像以前的那么高了 就可能会有点就是下调一点了 因为不仅这个国内的利息呢 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偏高的位置 随着那个美国的退市呢 其实看到呢内地呢在这个利息方面呢也是有可能呢 因为它通胀还是不算高 不算高 就从目前的PMI跟进出口数据来说的话 整个经济是没有大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 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看到最近的流行基金是增加了 增增贷款也增加了 后面可能利息也会相对也会慢慢的下调一点 所以对这个整个债券市场来说的话呢 未来的利息的回报呢不会像早两年那么高了 现在其实已经慢慢的下调下来 就是虽然没有大幅度的下调 但是后面的话是慢慢的有可能往下再调一点了 其实近期呢中央也是对这个欧洲的卢森堡 还有瑞士呢也是进行了这个RQF的这个试点 这其中的这个战略的意义考量在哪里呢 因为瑞士是财户集中的比较多的地方 其实这个也是希望能够吸引到一部分的财户呢 就是资金呢能投到那个A股市场 另外债券市场也是在卢森堡的那边的那个债券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这可能是考量到那个债券市场的发展 所以这方面也是不能看到这个走国际化的路上面 这两个国家的相对的这个重要性也会比较高了 那我们也看到像这个新加坡啊 还有英国这RQF的这个额度啊 也是得到很多投资者的这个抢购 那其实这是不是也反映出目前这个很多境外的一些国家 他们对RQF呢也是非常的热 就是反映很热烈 是的因为不仅ETF的那个投资呢 比对各股的A股呢来得比较简单嘛 这个也是能够透过香港来进行 所以这种的话也是大家比较 就是在开始的阶段的话比较喜欢的 特别我最近也在新加坡跟一些 一些就是新加坡银行的高端客户交流 就看到他们也是对那个 A股跟港股是比较热情的 就是特别在A股目前还是在一个比较 看开始的阶段的话他们也会考虑呢 就像相关性的一些基金啊 或者ETF这种产品的投资 那其实这对人民币的国际化 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条件 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个是好事情 因为不仅就这个额度的提高的话呢 就将来呢就是离岸人民币业务呢 相对也会增加不少啊 在到了一定的水平的话 一定的量的话呢 也是能够达到一个就是一种渠道 是相向型的渠道 就是除了出外以后 还有回到那个回流的一个机制 就是这样的话呢 有利于未来的人民币 这个自由兑换的一个发展了